美國國務卿克里敦促伊朗外長薩利夫在3月期限前達成一個壓制伊朗核武器項目的框架協議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說 克里星期五在莫尼克的2小時會談中向伊朗外長施壓 表達了奧巴馬政府希望達成一項協議的大綱願望 兩人的會談是在德國莫尼克的一次安全會議期間進行 上個月兩人舉行過兩次會談 詞曲 李宗盛